這次來到福建中心 河岸已進來做的工程 工作是很實斷 他會過種代工 探索中的禮金以外 竟是有福建的效果 長期我在服藥 那他們的退化會比我們正常人 會快到二到三倍 所以說代工的部分 是要讓他們能夠 刺激他們手部的一個神經 然後呢 讓他們的 他們的那個 腦部的話 能夠可以比較靈活一點 剛才的心理衛生向晉輝 為真心中的朋友 所謂的一間學校的動心 就在開發多元的台港 也跟學校家中合作 設計不一樣的客廳 慶祝單人儀館的莊媽媽 用女兒子也在家做學校的關係 所以把做程序的幸福來教導學員 如何晉輝 才能夠精彩 透過各地部的接觸 讓你的心情會比較平靜 對啦 他們聰聰聰說一開始就聰明了 協經委表示 這位學員 這位按照加油 跟做一些婚人 其實他們當初認識 並沒有適合一般的人 甚至是學校官一講好 然後我們這邊幫他去 媒合一些工作 然後讓他們 從最基本的一些 不管是清潔工作 代工這邊慢慢的開始 然後也讓他們找回自信 然後讓他們可以有一個 很穩定的工作機會 然後也讓家屬感覺到很滿意 透過重重的負責跟本人 跟政府的幫助學員 希望可以動心回社會 也希望大家不要有肯定的印象 再給他們一些支持 其實女性差不多